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0月12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卫 还有胡怡进老师啊 今天啊,上午召开了重要的 万众瞩目的一个发布会 虽然这个发布会大家比较感兴趣 也很关注 我简单的把它看了一下之后啊 说实话,我怎么感觉好像是 在说别的人,好像跟我关系不是很大 总体上看啊,态度非常坚决 语气比较肯定 但是具体措施啊,慢慢再看 就有这么一个印象 完了具体到名声 就跟我息息相关的 好像只是提了一下 外围小作文啊 外媒传的什么 个税条 什么二胎 补贴 还有什么 其他的啊 好像没有具体的涉及 我想啊,如果你是 金融消费者 恐怕对这个 也很难说有什么刺激 感到兴奋 当然了,你不是说啊 有关部门啊 做预期管理 那么容易 让通餐的感觉到满意 让这个满餐的也感觉到满意 让方方面面都感到满意 这个很难 总之我个人觉得 四平八稳吧 傅鹏啊 他打了个比喻 他把今天的发布会啊 这就好比在热恋中的 男女啊 他说女方 问男方 什么时候结婚 男方说啊 我是爱你的 女方问男方 彩礼多少 男方说啊 我准备了很多 还有啊 当女方问男方说什么时候见家长 男方说啊 我正在走流程 这个女方就有点弹突啊 有点含糊了 说男方爱他吧 他当然爱了 他在走流程啊 你说他积极吧 他似乎也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 有点在绕弯子 那具体在这男方跟女方什么态度 那还得看女方自己怎么想 我觉得这个傅鹏举的例子 还非常贴切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金融消费者来说啊 具体到下周一开盘 今天这个会 没什么太大的 甚至有可能低开 但是后续的一些具体措施 对股市还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得出结论啊 在未来一两个月里面 他不停的出这些小刀消息 小作文 那对胡事还是有影响的 大家可以参考 房地产上市公司 本来房地产上市公司啊 基本上都应该到三五块钱以下 也就是说跌成渣渣 但事实上没有 他不停的反弹 一到一个底部区域他就起来 为什么呢 就全靠小作文 一跌到底部的时候 马上一个小作文来了 说这个国家要收除 这个是517新政 大家记得吧 从过年前就开始传 一揽子的这个暴力救世 惊天利好 所以一直传到517 这个新政一落地 马上不行了 结果你看啊 今天又出来了 要支持地方政府啊 发债去收这个存量房 你看房地产 恐怕这两天又要反弹 谈两天差不多了 一直找他的底部 什么时候又来个小作文 你看啊 就这个小作文在影响他 所以未来这一两个月 胡事也会被这个小作文所影响 震荡 那到什么时候 小作文就不起作用了呢 也就是等到金融消费者 参与的人都疲劳了 对这个故事啊 已经不敏感了 乏味了 失望了 那个时候恐怕就是 恐慌是下跌 找他的市场底的时候 所以在未来这一两个月里面 做多肯定有风险 做空呢 也有风险 这就是小作文 这是我对今天这个 发布会内容的一个看法 他给的也是一些方向性的政策 具体的数额总之很多 多少你想 你猜吧 实际上啊 特殊群体发放补贴 减少财政供养人群 大家看视频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解决需求不足 预期不振问题 经济学家罗志恒建议 一 今年增发国债2.8万亿元 二 给约640万的代业大学生 和青年群体 每人每月发放500元补贴 一年需要384亿元 三 将超过1.7亿的城乡居民 养老金从现在的每月 人均223元 逐步提升至400到600元 每年增加支出 3668到7812亿元 四 给约1800万个三岁以下的二孩 极多害新生儿 每月补贴500元 每年1万亿 五 降低财政供养人员 也就是减少吃黄粮的 行政事业单位 及相关人员 虽然这次发布会也说了 对特殊群体 加大扶持力度 但是你看 它就是一个方向性的 这特殊群体到底谁呢 是城市的低收入人群 还是农民工 总体上 无论它是一万亿 解决地方债 还是补充国有银行稳定 都是为了防止崩盘 都是为了维持一个稳定 大家都知道 地方债 现在各个地方都有爆雷的趋势 有的已经爆了 任由去发展肯定不行 因为地方政府自己也解决不了 所以搞这个超长国债 去置换或者解决地方债 国有银行 要补充它的资本金 这也要发债 发债就是目击资金 目击资金由指定的国有企业 比如说什么 中央汇金啊 它去增持国有银行的股份 也就是注资啊 增加国有银行的资本金 这不都是为了金融稳定吗 提高安全系数 这是我个人看法 大家自己去走 所以我感觉这次发布会 实际上给大家是一个稳定 就像楼市是一样的 叫指跌回稳 重在一个稳 没有说让你搞什么爆炒房子 没有让你说爆炒股市 这个群细是自媒体 还有很多媒体带节奏的 我看到的啊 都是求稳 为了稳 态度很鲜明 后面还有手段 所以记住了 它是求稳 稳字单头 不管是楼市还是股市 这样无厘头的爆炒 都是不对的 那个不仅不是稳 反而在积累新的风险 就这个啊 我觉得很多经济学家 根本就看不出来 作为经济学家 在这儿胡解释 这是不对的 上海耶稣 爱在深秋 什么大蓝 这些人胡解释 你还说得过去 因为他也不懂 你愿意相信他 但是作为经济学家 这么解释 那是不行的 不能带节奏 高喊大牛市来了 高喊要全餐买入 高喊什么 牛回头 这个有失水准的 这么一说 大家明白了 最近这个网上 私募大佬 淡冰 跟这个网红经济学家 任泽平 两人干起来了 怼起来了 这个任泽平啊 昨天发了个微博 说啊 最近个别怪诞的观点 不仅踏空 而且在关键时候 唱空中国经济 和公共政策 专业上无能 道德上无耻 昨天我也说了啊 但一个经济学家 用唱空来描述 别人的观点的时候 这个说明他已经 不能叫经济学家了 他说啊 最高会议明确提出 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 加大财政货币政策 逆周期调节力度 这些都没有 没有说让胡适暴涨暴跌 说央行证监会 财政部纷纷表态 拿出真金白银政策 旧经济旧市场 大家都在积极努力 股市刚刚好转 经济复苏看到希望 那股市不叫好转 那叫风流 任志平说啊 有的人在这个时候 唱空 看空 是怎么想的 吃中国人的饭 砸中国人的碗 即使踏空做错了 也没有必要如此无底线 既缺乏专业常识 也缺乏道德底线 看空股市也就算了 还看空中国经济和宏观政策 眼里只有别人家的经济 和股市好 殊不知过去几十年 中国经济增速不仅领先美国 而且领先全球 你看看 这个叫金融行业 家头 呼之欲出啊 人家说现在胡适不行 对吧 胡适有问题 你扯什么近几十年 中国发展速度 超过美国 领先全球 对吧 你扯一加一不等于三 他给你扯二加三不等于四 他说啊 希望这一次一股作气 政策持续发力 经济触底复苏 股市长流慢流 这是对所有内外 唱空中国经济的空头 最好的回忆 建议股市的空头们 可以看空股市 发表不同意见 但是不要看空中国经济和政策 多提建设性意见 少说风凉话 在关键时候 跟祖国站在一起 不要当汉奸 你看看 这个正能量啊 这个味道已经满满了 任志平老师啊 以前怼家头 那还是非常有正义感 仗义之言 你要现在来看 这个任志平老师怼家头 给人感觉是正能量界 抢夺话语权呢 是正能量界的一个纷争啊 因为从今天这个任志平老师的微博看 他也是正能量 你看空的就是汉奸 这个经济 他居然用立场来划分 这经济上是专业 你得拿出专业精神 学术精神 大家看到的是你的学术和专业 你号称经济学家 你怎么上来拿立场 拿这个主观来衡量 人家说这个经济政策不好 不对 力度不够 或者过了 这都叫汉奸什么 任志平认为啊 无论出台什么政策 你就固展叫好就对了 你不固展叫好 你就是汉奸 你就说唱空 你吃中国人的饭 砸中国的碗 是不是道理 这个居然把自己打造成 金融界的家头老师 但兵啊 他回复 他说关于任志平 带节奏的事情 我想说啊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应该理性客观 而非用阴谋论 民粹主义 来试图转移视线和注意力 我对任志平先生 本身没有意见 我过去还经常转他的文章 主要是文章中的数据值得参考 但对他的开盘及收盘 推大牛市有不同看法 特别是在存款大搬家 到股市的背景下 过去任志平也高喊过 拿着胆张入股市 我觉得作为经济学家 最好还是理性客观 不能冲动 但民粹说啊 东方港湾 不存在踏空问题 我负责的基金 持有美股 A股如港股 E股没动 长期投资 没有任何变化 看好人工智能 看好中国核心 高市益资产 丹兵说啊 我对任志平先生 没有其他意见 股票市场方向的判断 求同存异 但是丹兵前面一篇微博啊 他没有点名 他是建议这些 唱多的经济学家 出来道个歉 因为胡适自10月8号开盘以后啊 连跌4天 所有新入市的 被忽悠进去的 都被套住啊 接下来进入漫漫的解套之路 丹兵的意思是 暴涨就暴跌 这个你这些忽悠小白啊 拿着自己的积蓄 拿着养老金 拿着自己的以后看病的钱 冲进股市的 难道不应该出来道个歉吗 结果任志平老师火了 怒怼 唱空中国无耻 这个不仅啊 专业上无能 道德上还更无耻 就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淡兵啊 没问题 人家是一直在提示风险 这么暴涨 后面一定有暴跌 大家要小心理性 因为基本面没有任何改变 那这种暴涨是不可持续 必然要回调 要暴跌 那作为新股民 新韭菜 他什么都不懂 连T加0T加1都不知道 当天买了当天卖不掉 网上还有段子啊 有人把ETF 买成了ETC 各种段子 你作为经济学家 你这么忽悠 让人家无脑冲进去 这个是一个经济学家所为嘛 所以我觉得啊 单兵说的对 反而任志平 确实啊 开始走这个夹头路了 已经走上了夹头的路啊 任志平老师走下了他的反面 夹头话 我能体谅啊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也不能说 一说封号 像胡锡进那样 甚至像大蓝 你封号了 这个有损失 因为他毕竟靠自己赚钱了 这我能理解啊 那你可以不说啊 你不能忽悠 这些小白往里冲 你觉得有风险 你不能提 你一提 可能消耗要禁言 那你就不说 所以我觉得任志平是有问题 你不该忽悠 什么开盘即收盘 你知道这个话 多少潇洒 粉身碎骨啊 完了之后第二点回调 他叫牛回头 开车倒车接人 连着倒四天车接人 任志平老师啊 他的底色本色暴露无遗 我觉得啊 这个网友给他封上 网红经济学家 是恰如其分的 专业水准不过如此 在楼市 是吧 暴涨的时候 他没有提示大家风险 他在恒大 不要说恒大爆雷 跟他有关系 但是他有提醒过大家 现在房价太高吗 不可持续吗 他在忽悠大家买房吧 新能源最高的时候 他忽悠大家去买新能源 认为大家可以翻一翻他啊 以前言论 现在不买新能源 就相当于二十年前不买房 结果新能源就暴跌 一直在跌 这个经济学家啊 你聊一聊宏观是可以的 聊一聊大的大政方政方向 可以 你不能具体的微操 我记得改通证券 还是银河证券 我忘了啊 一个首席经济学家 他辞职了 去了一家基金公司吧 管理一只基金 任志平以前也是 动物证券吧 还是哪个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 一样的啊 结果去操盘一只股票 一只基金啊 三个月时间就赔了20% 比胡锡进水平还要差 这个也告诫我们啊 咱们网友 不要迷信这些所谓的专家 这些专家 他没有实操经验 他出赌的多 或者咱们换说法吧 在股市这一块 你宁愿相信淡冰 不要相信任泽平 因为淡冰他是实操啊 他是真金白银在里面买 被套过 而且被套产过 他的定值下跌 人家要赎回 那也是焦头烂额的 他才刻骨铭心啊 才能感同身受 任泽平他也没操作过 他顶多自己点钱在里面买 所以这玩意淡冰 他不是经济学家 他是个私募 那他的股市的这个理解 恐怕要超过经济学家 任泽平 这个不是我恭维淡冰啊 因为淡冰也有其他的言论 这个不一定大家都认可 咱们一码是一码 就事论事 所以这一次啊 风流 把这些网红经济学家 把这些up主 财经up主 那很多在网上装模作样的那些人 一下就暴露无遗 你可以看出来 我个人认为啊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 自己有责任的 应该歧视大家风险 尤其是那些小白 没有入过室的 越疯狂的时候 越建议他们不要入室 哪怕是 接下来在3000天左右震荡 你说你手痒 你想玩 那个时候进去也可以 因为波动不大 有损失 但是不会太大 是吧 风险相对低一些 对吧 你要管不出自己 你可以那个时候进去玩一玩 经济学家这个时候 火山浇油 显然也不符合相关部门的这个精神和政策 相关部门啊 根本就没有说要炒这个风流 都是讲一个稳 不想让它再跌 再跌下去要出事 说往的 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啊 咱们聊一聊啊 任泽平曾经的怼的 加特老师 这个加特老师这两天不知道 有哪根神经啊 发病了 把猫头对准这个 辉瑞 不知道怎么联想呢 搞不清楚 他说这个 欧盟文人会的主席啊 叫冯德兰 好像跟辉瑞 有什么官司吧 说啊 这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说是把钱 到了不该揣的地方 还是 疫苗质量 有问题 未保私拿 而把有问题的 疫苗 推向社会 这个大概说的是 冯德莱恩 那下面画风一转啊 说啊 辉瑞 两个字 在中国著有相当敏感性 辉瑞 花了巨额的钱 美国法庭上 有案可查的是 1.68亿美元 如如 收买他们 认为应该收买的人 一直到今天 没有办法弄清楚到底什么人收了辉瑞的钱 问谁谁都不知道 却有人出来破口大骂 这个家头啊 含沙摄影 他说这个辉瑞啊 拿了1.68亿美元 用来送礼 贿赂 这中间有很多钱就贿赂到中国 给中国的这些什么 类似如张文宏 这样的专家 有这样的专家来说 辉瑞特效药的好 让他进中国 进中国的医保 等等啊 这个就是家头老师啊 在按绰绰的攻击 类似如张文宏这样的专家 进而 他是在攻击 当年口罩时期啊 那些主张放开的 主张叫什么 与病毒共存 大家还有印象吧 这个家头现在啊 还抓着这个事不放 一口咬定啊 中国的很多专家 拿了辉瑞的钱 所以他才说 辉瑞这些特效药有用 为辉瑞洗地 为辉瑞鼓入呼 你看这个家头 很多网友 哥们还记得吧 家头老师为什么 跟辉瑞院的院士 合作修翻脸 他们合作了30年 30年的友谊啊 说翻脸就翻脸了 知道为什么吗 还不是因为辉瑞的 这个特效药吗 叫什么奈马特为 这个是家头老师 自己微博说的啊 他假模假式的 跑到中科院院 是合作修的家 因为当时合作修老两口 对吧 90多岁 那肯定正好是 口罩期间 金冠的用点人群啊 他去干什么呢 实际上他是想去在那学慕 看看人家老头这儿 中科院有没有给他配置 辉瑞的特效药 奈马特为 结果去啊 找了半年没找到 中科院给这个合作修 配了一些 莲花青纹教囊 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工药的 咱们的特效药 结果家头老师啊 回来就开始 破壳大骂 说中科院不顾 这个老科学家的死活啊 不关心他们 结果人家合作修不干了 说中科院对我们照顾很好 问寒问暖 照顾的非常周到 既然人家合作修都认为 中科院对他照顾的非常周到 你夹头激动个什么呢 他激动就是因为他去 冤枉落空 本来在那儿想顺几例 奈马特为 特效药 没有顺着 破口大骂 那儿有莲花青纹 胶拿你也可以拿呀 他不 他就要这个特效药 从那以后啊 他就开始天天骂 他认为啊 别人吃上了 辉瑞的特效药 而他没有 所以他就攻击 那个时候毕竟是 好像有人能够买得到 这个特效药嘛 我记得后来是 社区医院还是什么的 都有供给啊 但是你的有关系 还是你才能开得到 你看看 家头老师再一次啊 因爱生恨 就是他特想获得这个药 拿不到 为此 这个合作修啊 看清了家头的真面目 家头关心他是假 为自己谋取那个药 是真 人家老头说我也不需要 我身体好的很 中科院已经给他配了很多药 够用了 所以你看啊 家头到现在为止 还在念念不忘 还在攻击 认为你们说 辉瑞好的 你能买到辉瑞这个药的 你都是拿了钱 按照家头老师的逻辑 他每天说额爹好 他跟额爹 跟那个什么 今日俄罗斯 一个调调 那肯定是拿了卢布 要不然怎么可能 跟他一个调调呢 哎 那家头逻辑啊 你们这些人 天天说辉瑞的药好 这个特效药管用 那不就是拿了他的钱吗 为什么呢 因为有媒体报道 说辉瑞拿了1.68亿 出来做公关费用 你看啊 同样的 也是美国司法部 俄罗斯的今日 俄罗斯这个机构啊 拿了四个亿吧 还是多少美元 在美国 影响美国的言论 那家头老师 怎么不说说这个呢 对吧 家头老师跟今日俄罗斯 合作呢 是非常紧密啊 今日俄罗斯 到他家里去做节目 连坐七七 还是几七 还给他带了 两罐 俄罗斯的段数蜜 所以他在撕咬别人 拿了辉瑞的好处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检讨下自己 拿了今日俄罗斯的好处 这一切啊 都是家头老师 自己微博里说的 没有任何推测 大家可以去翻他的微博 还有他的视频 今天啊 有关部门 开了发布会 他说能达到的效果 恐怕 还不如把家头禁言 以这个通俄罪 把家头办了 效果好 家头被办的那一天 恐怕胡适要大张五个点以上 咱不敢说暂停啊 咱也不敢说什么 开盘即收盘 但是胡适涨5%没毛病 所以说有关部门 如期实在不行 不如把这一招试一下 这个祸害不除 你天天开发布会 效果大打折扣 好 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